另一方面 我本该刺杀陆远潼 阻止定缘之乱 可陆远潼手中 还有冯夕需要的物件 阿海 集合英俐去千秋门 左相 他不是被禁足了吗 三皇子的马车 左相和洛远潼 不知在密谋些什么 三皇子也牵涉其中吗 不行 我要查清左相 到底有什么阴谋 千秋门 今日千秋门 你去找一些 活好面生的来 明白 相爷 我一定叮嘱他们 护好陆世子 为什么要护好陆世子啊 不是您亲口答应了陆侯吗 今日冯夕单独赴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绝不能因为陆世子 而投鼠忌器走脱了冯夕 是 可刀剑无眼 为什么要护好吗 他发现了 这么多惊论 你不再推荐 有什么意义 你也没有带来 这么多的 有什么意义 我看到了 你们说 我们在试镜中 有什么意义 你不想让我 我们再走 就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侯爷还留了这一手 真是神谋远律 冯夕放心了 定陪侯爷一搏 好 不过 这个东西 相爷 还是先还给我吧 好啊 小心 小心 什么人 我是定远 世子爷这次可是秘密进进 那个 那 那怎么办 池统领 今日好大的阵仗啊 当日挟持军械的没有冯相爷 今日来千秋门的也没有池统领 上 小叔在冯夕周梁 你们不要杀我 你们去杀他 去杀他 来 来 快 保护啊 保护啊 快 不好 他们是要陆正明死 走 快上来 是你 殿下 左相登门 想必是带来了好消息 正是 老臣今天给殿下带来了一个 能彻底扳倒冯夕的时政 什么时政 参见殿下 此人是陆远潼之子 陆征明的随行侍卫 他能证明冯夕 今日犯下了一桩杀人命案 启禀父皇 右相冯夕与定远侯以突发疾病为由 诱骗陆世子秘密入京 意图挟持世子谋反 可是诸侯的世子非诏不得入京 你是道听途说呢 还是亲眼所见 这是陆世子的随身护卫陆康 亲眼所见 陆康你说 陆下圣见 我家世子虽然喜欢棉花素柳 但是在大意上绝不含糊 一开始便言辞拒绝 可是没想到 冯夕居然想要杀人灭口 所以二人就在千秋门打了起来 听赵远时察 千秋门确实有过一场邪斗 儿臣才敢如实禀告 那冯夕和陆世子人呢 我家世子被冯夕所伤 伤势极其严重 如今下落不明啊 而冯夕这个奸人 知道了事情败露 居然畏罪潜逃 你说的话句句属实 小人愿意性命担保 还请陛下 为我家世子做主啊 心耀 这事你怎么看 陆世子是殿远后的掌中宝 冯夕又是冯贵妃母族唯一血脉 此事涉及甚广 儿臣不敢善转 传朕的旨意 捉拿冯夕 寻找陆世子 是 多亏殿下 待陆康面胜 陛下才会下旨通缉冯夕 冯夕 冯夕多行不义 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 只是父皇要求火灼 看来这个宁臣在父皇心中 还是分脸不前 这个殿下不必担心 若是冯夕拒捕反杀官兵 到那个时候刀剑无眼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他怪得了谁啊 你的意思是 老臣有的是办法 让冯夕他有来无回 冯夕若是拒捕被杀 那是他命该如此 相爷从中使手段 却非君子所为 好吧 老臣答应殿下 绝不做不该做之事 退下吧 是 老臣告退 殿下 左相真的靠得住吗 万一那陆康 左相是什么人 我清楚得很 只是现在 我得让他为我所用 玉世总这么畏首畏尾 难怪一直被冯夕踩在脚下 相爷说的可是三皇子 是 术子不足与谋 相爷放心 你已揭三皇子之手 让陆康在皇帝面前做了证 细节研制凿凿 由不得他们不信 那个陆康是英丽的人假冒的 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尤其是三皇子 所以那个陆征明 绝不能让他活着 陆征明心口中见 估计这会儿 早就已经去阳王殿报到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一旦见人 隔杀无论 阿海 千秋门伏击本该万无一失 你怎么会 没说 好 我给他上了药 暂时护住了心脉 一路难行 我们还是等到天亮再赶路吧 姑娘及时相救 封某 凝集于心 上次赏花大会上 相爷投了东青花一票 为我解围 这次算我报恩吧 那姑娘 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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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来了 我们赶紧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跟着个尾巴着实难受 得从这儿斩断它 马车 去看看 大人 什么都没有 知道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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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你好 我叫赵璐 赵璐姑娘好 我此番蒙难 不得已前来打扰 打搅了先生的清静 相爷 您这说的是哪的话呀 我杨琴的命 都是您给捡回来的 我这次来 除了想在此地暂避几日之外 还有一事相求 相爷尽管吩咐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有一位治百病长白草的院房亲戚 杨家出事之后便搬来与你同住 相爷说的可是摄地杨葵啊 巧了 他正在屋内研制草药呢 那太好了 好 大人放心 摄地杨葵医术精湛 若他救不了陆世子的命 恐这世上再无第二人有此能耐 不认识 葵先生 他怎么样 陆世子体格独特 心肺位置与常人不同 加之我这颗丹药 性命算是保住了 不过 行动恐一时难以复原啊 先生能够保住他的命 以实属不易 多谢先生 大人 你们周撤劳顿 怕是饿了吧 要不 我们吃饭吧 请 请 葵先生 可曾听过一种怪病 会专门忘记一个人 不 何谓专门忘记一个人 就是其他的记忆毫无损失 唯独会忘记 特定指人的一些经历 有些人头部受到重创 或者大病出狱之后 会忘记一些事情 不过 专门忘记一个人 这个好像是闻所未闻哪 的确闻所未闻 难以置信 的确闻所未闻 难以置信 我本不戒怀 可若他身死 陆远潼会把一切 都怪罪到我的头上 他跟着你们一路奔波 若不及时回京 恐怕会遭遇不测呀 我也是心机如焚 先要早日回京 可这一路上 全是左相的眼线 运一个活死人出去 输为不易 大人若是放心的话 就把陆世子交给我 我不日将送草药入京 可在祸香中安放陆世子 由大人牵制左相 陆世子或许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地 回到京都 如此甚好 那就 有劳可以牵手了 大人客气了 好 是秦先生 让我给你送来的 谢谢 这个玉牌上 为何会有个西字 是不是又想起了 离你而去之人啊 人非草木 殊能无情 偶尔还是会想起它 是啊 所以理睿的玉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会拆穿你的 谢请先生 我陈起 便将陆世子 放到魁先生的药材车内 让他随手入京 这样便了了 我们天大的麻烦 如此甚好 他病情严重 实在不适合 跟着我们颠沛琉璃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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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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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人刚刚搜过此书 应该不会再来了 刚好我们可以养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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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 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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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此良人 是啊 可是月圆常有 良人却难觅 你是又想起玉牌的主人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又想起她 因为你想起她 便会露出那种惆怅的表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是否之前认识 或许就像大人说的 是在梦里见过的 不知为何 总觉得姑娘似曾相识 也许是前世有缘呢 大人说笑了 秦先生遭逢俱乐 对陌生人一贯戒备 为何见了你 却十分亲切呢 这或许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 那你又为何出现在千秋门 我不信这只是个巧合 就算我救了大人 大人不还是处处提防着我 你故意将随身携带的盒子 放在最显眼之处 还不是为了试探我 既然大人对昭露都不能坦诚相待 为何要求昭露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呢 姑娘说得是 是方某多虑了 大人步步经济 对人心存戒备 赵露明白 所以也不会借还 但是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过往 还请冯大人 不要时时刺探赵露 对不住 是方某多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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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是方某多虑 是方某多虑 也是方某多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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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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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先生当日既如此绝情 现在又何必在这里惺惺作坛 姑娘何意 不必 先生不必严慎 我知道冯夕 将你怀他二月的妻子害死 去唤取贵妃的遗体 我真是想不明白 冯夕害死你妻子 你不但不恨他 还要帮他逃脱追捕 冯大人对我们杨家恩重如山 更何况 这是我妻子的遗愿 你妻子的遗愿 卓京怀胎二月 便查出了有胎漏之症 救治无效 弥留之际自请为大人分忧 大人起初不答应 无奈卓京一再坚持 最后总算答应了 说起来也奇怪 大人身上就是有一种 让人倾心追随的魅力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偷换贵妃失身 乃是大不敬之罪 我本应一事守口如瓶的 怎奈姑娘 对大人误会太深了 冯大人这一生 就完成了 就不能让你 选择 咱俩 帮 去 我 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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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来过这一带 前面有一个客栈可以落下 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放心吧 跟着我保证有地方住的 来 就是这里了 二位客官 里边请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